我跟各位介紹的是MEGA 6.3 它的螢幕尺寸是6.3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多方便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像 在相機底下 旗艦級的相機功能它其實也都具備 比如說像有聲相片的部分 或其他的 最佳臉部表情 連拍美肌最佳照片這些都有 那我跟各位示範一次 是有聲相片的部分 我現在把媒體瀏覽器打開 媒體瀏覽器裡面 我裡面有之前錄好多有聲相片的部分 透過有聲相片 我在拍的照片 以及當時的聲音其實都會完整被記錄下來 然後我現在換摔手 像這個是演唱會觀眾洗的聲音的部分 然後這個功能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其實就是消費者本身自己也可以做所謂的有聲書的部分 然後換到下一頁故事就再繼續 然後消費者這些都是可以自己去做的 比如說利用有聲相片自己拍照 然後裡面其實都是自己家裡的玩具 然後錄音給自己 這些小孩子聽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多工處理的部分 因為有些人可能希望是 欸我同時 做兩件事情 所以這時候我把 所謂的 多重視窗打開 然後我可能把 地圖拖音到我的畫面上面 這時候就打開我的 地圖的部分 同時之間他可能也會想要上網 所以我就把 圖拖音的部分也來到旁邊 然後這個兩個視窗大小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左右互換 然後擺直的時候 介面也會改變 然後再回到 大家畫面 然後再回到 節省消費者本身在操作兩個APP的時間 然後除此之外 在Mega裡面還支援所謂的故事相簿 所以消費者自己本身拍的照片 直接可以做成相簿的樣子 或者像剛才有聲相片的部分也支援 比如說 講的故事書 連翻頁的效果其實都很像一般的書本 然後當消費者看到這個符號在照片上面 就代表說他裡面其實是有聲音 然後要聽的時候就點一下 然後再退出來 就會到 前一頁 然後旁邊的複製的部分 消費者自己也去改寫 然後消費者本身也可以改變他的濾鏡 所以用復補模式 然後套用 這時候再回到上一頁 他就會變成復補模式了 然後底下的呈現方式是依照時間種的配分去呈現 然後還可以 擺月份去看 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 一鍵所謂的麥克風 讓消費者可以去看掌揭 然後以往只有旗艦才有的 Bluplay的功能 現在在Mega上面也支援 是因為 鮭鮭鮭鮭鮪 好 因為 有的 有的 沒有... 這樣 很自然 在一個 過ぎ 好 除此之外它裡面有所謂的S-Travel的功能 所以消費者本身可以尋找當地的飯店 或者是旅行所有的餐廳 然後也可以看到其他網友的一些推薦的部分 而且見面全部都是團體中文